急转至下,中国女排单局6分溃败,朱婷被仿死单局2分,袁新月1分10月14日,女排市仅在六强战第一轮,中国女排合作比美国女排的巅峰对决打响,急转至下,中国女排单局6分溃败,朱婷被仿死单局2分,袁新月1分第一局比赛。 中国队25比22拿下,在落后3分的情况下,上演了精彩的大逆转,第二局比赛中国队又有些慢热,开局就以1比4力好,但随后开始连续追分,追成了7比7平,关键的一球朱婷大力一扣,美国队知道这个球要由朱婷来扣,可是三人上来拦网都没能拦住,美国队重新开始调整火力, 抓中国队拦网的问题连得2分,此后比分开始交替上升,一路来到了9比11,中国队扣球失误,9比12,朗导果断叫了暂停,暂停后攻翔宇出网,9比13,张长宁扣球成功,10比13,中国队两次拦网又失败,11比15,关键时刻张长宁又连续扣球成功,三个人上来都拦不住他, 奥运冠军家女排公主,终于开始了强大的爆发,但随后中国队连续失误,14比19落后5分,朗导叫了第二次暂停,朗导换上曾春蕾和姚迪,曾春蕾上来就拿下一分,但美国队的进攻中国队也拦不住,但中国队16比22还在努力追分, 最终19比25输给了对手,双方1比1了,本局比赛上,袁新月进攻拿到了1分,朱婷2分,张长宁4分, 龚翔宇3分,闫尼2分,美国队的阿金丹菊,进攻拿到了6分,拉尔森5分,亚当斯4分, 这局比赛,女排在进攻上,特别是在头号主攻朱婷这个点上, 遭到了对手强大的压制,场上形势急转之下。